欢迎圣托发系长 我是安悠奇 网路知名的直播节目 贺龙夜夜秀 邀请了央视记者王志安上节目 结果没有想到 王志安不但批评台湾的选举 像场秀 像在办演唱会一样 而且还指涉民进党 把残疾人士推上台 说是去煽情催票 而这被指涉的 正是民进党的 不分区立委提名人 陈俊翰律师 所以不止绿营内部 愤怒炸锅 这个网友也痛批 没有选举过的中国人 到底有什么资格 来批评台湾的民主选举 结果没有想到 王志安人非常的高傲 他不但坚持不道歉 而且还继续呛瞎 那至于国会议长的人选 到最后民众党 到底会做一个 什么样的决定 在巴西的部分区立委 本来民众党传出 是要团进团出 可是现在去传出 这巴西的部分区立委 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坚持 现在在闹内侯吗 最后还有可能会分裂投票吗 尤其这巴西的部分区立委 除了这个黄国昌 曾经担任过一届的立委之外 其他的这个七个 这个部分区立委 在立法院都是没有经验的 不过他们竟然做两年之后 就要拍拍屁股走人了 甚至这巴西的部分区立委当中 已经有人还没上任 就已经在准备两年半以后 落跑去选县市长了 而这样的民众党 他们的支持者 他们的选民 真的还挺得下去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好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听学委 各位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王一川老师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吴静怡 大家好 武党及桃源市议员于北陈将军 又齐好 大家好 财政专家邱宇宽 又齐好 大家好 好 麦斯先来看到 这个民进民众党的这个内部呢 现在因为克文哲搞恐怖平衡 所以已经开始在争权夺利了吗 好 我们来看 真的是后宫碧如传 已经开打了吗 好 这个前立委沈富雄说 选后才看到了 克文哲的真面目 什么样的真面目呢 沈富雄说选后 他所有幽默感都没有了 而且他的检讨都在检讨别人 这才是原来真正的克文哲 而且呢 沈富雄还说呢 有一名非常有政治经验的人 告诉他说呢 克文哲的第一大派系 其实是柯妈 第二大派系呢 才是黄珊珊 第三大派系则是陈佩奇 剩下的谁 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吗 那克文哲现在呢 真的其他的人都不重要吗 可是他现在要把 这个前立委蔡碧如找回来 那这个蔡碧如怎么说呢 他说其实呢 选后克文哲真的有少他聊天 但是呢 没有提到中央委员这件事 而且呢 这个中央委员只是个职位嘛 什么都集体决策啊 那中央委员能干嘛呢 但是蔡碧如讲完之后 又意有所指的说 但我还是期待 每个中央委员 都要能够对柯主席讲真话啦 所以外界质疑说 这是在暗指黄珊珊吗 那如果 克文哲根本没有 跟蔡碧如提过 又为什么要对外 放这样的风声呢 好那前民众党秘书长 谢立功呢 更是连日炮轰 这个黄珊珊 说党内的游戏规则呢 会把双重党籍列入审查 常年都如此啊 怎么到你黄珊珊的手上 就可以不用遵守呢 还说 未来黄珊珊会听党中央的吗 柯文哲管得住吗 柯文哲恐怕已经被绑架了 这个党是柯文哲的 又不是黄珊珊的 所以这是柯文哲 要找蔡碧如回来的原因吗 好 而且呢 柯文哲说 这个深刻检讨 四个字 就是民众党的DNA 但是我们来看 这就是民众党的深刻检讨吗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 战狼小姐姐 陈志涵呢 这几天呢 在选后 还是在四处征战呢 首先对上了这个媒体人吴子佳 因为吴子佳爆料 说柯文哲在选前杂商议 搞抖音 拉拢年轻人 那陈志涵呢 就痛逼吴子佳 你们继续崩溃吧 整天在节目上胡说八道的 而且呢 这个说完之后呢 他还叫这个吴子佳 拿证据出来 结果呢 台湾的AI实验室呢 就给这个 陈志涵打脸 说选战期间 抖音国际版呢 就有明确的资讯 在操弄政党倾向 而且操作哪个政党呢 这个按照台湾AI实验室的说法 是压倒性的 一面倒的挺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网路声量集中 贴文更是赖清德 跟侯友宜的四倍 那黄国参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反说台湾AI实验室 一定又是 这个侧翼粉砖发文 那这个陈志涵呢 在上节目的时候呢 他不只是 这个对战这个媒体人 而且还对战 未来的行政院长 他说呢 未来的行政院长任命 如果没有经过多数同意 那很可能就要被倒戈了 结果呢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就打脸 说天哪 连格魁是谁都还不知道 什么事都还没做 就已经要倒戈了 会不会太急了一点 所以林俊宪说呢 无知不可怕 无知讲话又大声 那就可怕了 但陈志涵呢 听到这话又火大了 他说 你们民进党立委 还没认清自己是少数政府 你们还一党独大专政的傲慢态度 告诉你把人民赋予力 民进党立委的职权作小了 但是呢 政治学博士王正胜 老师怎么说呢 他说 阿伯喊话会跟小草继续努力 其实小草们 只不过是被柯文哲利用而已 因为在柯文哲背后的黄珊珊 蔡碧如还有柯妈这些女人 他们才是真正催动 柯文哲的力量 绝对不是他口中的小草们 不过这个陈志涵算不算 这个催动的力量之一 还是请教这个学位 你怎么看民众党内部 已经开始在这个争权夺利了 尤其最近 柯文哲声音变小了 反而连这个陈志涵的声音 都比这个柯文哲还要大声 那你怎么看这样的状况 好 那现在柯文哲放话说 我上礼拜有提 要请蔡碧如回来当中央委员 就他居然没有跟蔡碧如讲 而且蔡碧如回来之后呢 你不要说战狼小哥哥小姐姐斗不过了 还有一个黄珊珊 我说柯文哲现在声量变小 这是当人的 他现在打个摩在笑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一直讲说 他这个整个选举完之后 他以前很多事情 不仅没有穿裤子 对不对 他现在连党内的母解会 他都开始搞不定了 母解会都搞不定 为什么现在陈志涵 敢出来这么大声的一直在叫 对不对 他是希望把他的注意力分散出来 不要帮他的组织分忧 你现在不要把很多问题 都集中在柯文哲身上 因为你柯文哲之前喊的很多事情 现在慢慢意意应验 你说沈大佬讲他说 已经没有幽默感 对不对 他当然幽默不起来 对不对 你说你现在党内 人家讲说母解会 你看第一个派系是什么 是柯妈妈 柯妈是一个派系 对不对 第二个派系是什么 黄珊珊 第三个派系是陈佩琪 我说一山不容 不容两虎 对不对 更何况这么多母老虎在这边 他要怎么去摆平 这些党内势力 你说你现在党内 人家讲说母解会 你看 第一个派系是什么 是柯妈妈 柯妈是一个派系 对不对 第二个派系是什么 黄珊珊 第三个派系是陈佩琪 我说一山不容 不容两虎 对不对 更何况这么多母老虎在这边 他要怎么去摆平 这些党内势力 这个是他自己人 自家人 不是党内说 民众党有多少的势力 在分化他或者攻击他 你接下来你要摆平这些势力的话 你的问题就很大了 对 而且说真的 其实我讲一句实在话 民众党现在才正要面临 劣解的危机 才要面临劣解的危机吗 大家说蔡壁卢 你找他回来当中央委员 对不对 蔡壁卢的回应是什么 你没有跟我谈过 对啊 而且党内很多人 他是不希望他回来的 对不对 那站在蔡壁卢的角色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要回来做中央委员 他回来是失败 他已经告诉你说 中央委员叫做共事决 我回来之后 就是要跟你们这些人开始斗 而且你要想清楚 民众党的中央委员里面 立法委员是当人的中央委员 那当人的中央委员里面就谁 黄珊珊 黄国昌 陈昭之 对不对 还有其他五个叫不出名字的 那这些人 你进来之后 你可能一个人独大 所以你说你蔡壁卢 人家讲说他血低脂 只不过是用来制衡黄珊珊 跟黄国昌而已 所以我才讲说 他回来要做什么 做这个筛歌要做什么 而且他制衡得了吗 黄国昌黄珊珊 很凶 所以到时候逗得不小心的话 逗得满身血了 满身伤 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那人家讲说 他一直讲说 他留到台中 深耕台中 对不对 因为那个距离产生美感 对不对 他跟柯文哲 有产生距离对不对 至少朦胧美 不用彼此间短兵相接 而且他留在台中有个好处 这次他选立委的时候 他台中的话 是谁在暗中挺他 是卢秀燕 整个都在挺他 而且说实在话 这一次为了台中 适合整个选情 国民党在台中 除了卢秀燕下去 大力挺之外 你会发现红黑派 两边也是大力团结起来 很难得 对 所以蔡壁卢这一次 有办法在台中一选区 造成蔡其昌 很大的一个压力 蔡其昌 他现在是要做副院长 要算副院长的人 可是他最近都在干什么 都在台中卸票 而且他一选完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赶快去跟陈建人讲说 台中蓝线不要再停了 真的紧张了 因为他压力感受到 他如果下来说真的 干副院长干什么 接下来他的选区 搞不好下一届就没了 所以他当然很紧张 蔡壁卢也看到这个 我既然可以留在台中发展 为什么不留在台中发展 而且接下来你看 江启臣不是2026年 要去选台中市长 对不对 那他的选区会移留下来空缺 那一选区的话 蔡壁卢是不是他可以进可攻推可守 两个选区可以自由他选择 而且他未来的路就无限宽广 那我为什么要回来当一个中央委员 每天跟你在那边斗 对不对 斗完之后搞不好斗到最后 他什么资本都没了 好不容易在台中 见下的一些基础 他为什么要把他放在那边 而且他留在那边的话 跟卢秀燕 卢秀燕下市 可能会选2028 他如果在形成 跟卢秀燕的合作模式 而且台中的红派黑派 尤其是红派江启臣 他如果愿意也来 驱注蔡壁卢的话 蔡壁卢未来在台中的路 无限宽广啊 对啊 而且他也尝过 被柯文哲抛弃的滋味 对啊 所以他今天上来之后 而且你今天在台北 如果没有战功的话 依照这种柯文哲 这用完吉丢的感觉 你如果没来帮我制衡黄珊三 我还讲过 未来四年的战场在哪里 在立法院 你今天如果没有帮我创造声量 你没有帮我压制黄珊三 或黄国昌 那个柯文哲想说 蔡壁卢你老的那边要創什么 对不对嘛 所以到时候反而被他丢掉之后 他反而什么都没了 所以他何必要回来 当那个中央委员 所以这个民众党第一个分裂 就在这边看得出来 你里面的要角 没有办法团结一致 这个很明显嘛 现在那个抖音 大家都 诶 陈志然不是很大声吗 对啊 你吴子佳说我花一亿去买抖音 证据拿出来 不要都每天胡说八道 对不对 好那没关系 现在人家证据出来 AI实验室已经告诉你了 这里面百分之七十六的人 全部都是在挺你柯文哲 黄国昌说 这个一定测一粉砖 对啊 不管你测一粉砖或怎样 不过柯文哲在操作这个抖音 确实厉害 因为我们每天玩抖音的人 在台湾经过统计 每天玩抖音的人 大概看抖音一个小时 你看一个小时之后 你要怎么决定 我三秒就决定 我要不要继续看 八秒就要不要把它看完 对不对 一个抖音一折三十秒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柯文哲他可以用尽各种方法 这刚好跟他抢短线的个性很像啊 我今天就是吸引你的目光嘛 你今天留在这个三十秒 看完之后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三十秒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东西啊 就跟柯文哲的政治一样 我没法度跟你说我要做什么事 可是我可以干什么 我可以跳舞啊 我可以搞很多玩游戏啊 做很多年轻人的动作啊 你家年轻人看到说阿伯的哦 老一家跳舞呢 跟我们一样 可是看完之后爽而已 你到底觉得柯文哲做了什么东西 告诉你什么东西 完全没有 所以他在抖音他确实是有一套啊 他知道抖音人 看抖音年轻人的习性嘛 所以这些年轻人他就觉得有共鸣感 那可是这种新鲜感会不会过 当然会过啊 你总不能每天在那边电视上 告诉我在抖音上面告诉我说 你在跳什么求佛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舞蹈啊 对不对 你搞这个的话说真的 这个怎么有可能当一个总统候选呢 而且你要跳几年 接下来下一次选举 二零二八年 你总不能在抖音上面跳四年吧 对不对 你耍猴戏耍个一两年也就够了 你耍四年 人家还会看得下去吗 那艺船老师怎么看这个民众党的未来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战狼小姐在选后 不只是占媒体人 而且还占这个未来的这个院长 说这个院长如果立法院没有绝大多数人这个通过的话呢 以后可能要倒阁 那可是呢这个林俊县也不过讲了一句说 这个无知讲话又很大声那才真的可怕 城志然火大了 你们是少数政府还不知道 还这么傲慢吗 但是林俊县有没有讲错 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呢这个对于这个克文哲来讲 他最近的这个唯一的声量最大声的就是 要不要把蔡壁如找回来 放话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人家说这个克文哲是找蔡壁如回来 钳制双晃 问题是看看双晃的态度 蔡壁如钳制得了吗 那克文哲的葫芦礼到底卖什么药 民众党这次是选输嘛 总统选第三名嘛 宪政立委全军覆没嘛 没一个条的嘛 所以高政委这董主席没事情 秘书长没事情 辅政操盘的副秘书长没事情 阿富这做文宣的战狼小姐姐都没事情 都没事情 这个党厉害啦 不再没事情又大声 三个季季季季第三名 现金立委全部六季 这个董都没事情 这为了权威的保卫 战狼小姐姐又出来抢 都没在監督呢 这个董都没在監督呢 唯一说不然叫蔡壁如回来 蔡壁如回来 那八个立委 现在董选你二月以后要选那八个立委 你跟我讲哪一个会听蔡壁如的话 一个就合 没有啊 谁会听蔡壁如的 总统选第三名 现任立委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条 所以高政委在董主席没事情 秘书长没事情 富这操盘的副秘书长没事情 富这做文宣的战狼小姐姐都没事情 都没事情 这个党厉害啦 不但没事情又这么大声 三个号 选人选第三名 现任立委全保六算 这个董都没事情 为了权威的保卫 战狼小姐姐又出来抢 都没在監督呢 这个董都没在監督呢 唯一说不然叫蔡壁如回来 蔡壁如回来 那八个立委 现在董选你二月以后要选那八个立委 你跟我讲哪一个会听蔡壁如的话 不然谁会听蔡壁如的 蔡壁如好像雪地纸在噴噴噴 一直噴噴噴 那八个会变到的 那你现在 哦 你要来哪位蔡壁如 就以前那一个喔 要来哦 不有人会插味嘛 还要去重招 要去重招 先用一个助理资给你啦 不然你要去重招 要做什么 可以 立法院停车 立法院停车啊 所以你說要去黨團 這個很困難嘛 蔡壁如唯一回來能夠做一件事 就是柯文哲的這個黨主席辦公室主任 回到他原來跟柯文哲 最熟悉的合作方式 他說他要找柯文哲要找蔡壁如 要拜柯文哲行程要找蔡壁如 什麼人事都蔡壁如第一人知道 蔡壁如扮演這個角色 可以扮演得很好 否則他進到黨中央 那什麼中央委員那都騙人 那中央委員很多 那騙人的嗎 民進黨的中央執行委員 我們就三十幾月這樣 他們二十幾月 對啊 那開月沒有每天開月 也沒有每週開月 而且民進黨的中常會每週開 可是中職會 是有大條事情才會開 有時候一個月開一次 有時候兩個月開一次 那個是一個共同討論的過程 所以你只能當黨主席特助 黨主席辦公室主任 這個人家才會覺得 你有那個權利 否則你回來做什麼 第二個 這抖音的事情 黃珊珊說 我們沒有什麼花很多錢 說我們用很多錢 把證據拿出來 你也不用花很多錢 我覺得民眾黨也不用花很多錢 因為抖音有基本卡 抖音有中國的基本卡 中國人坐 你現在撥一個這樣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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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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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幾十萬人幾百萬人 你想我如果要發一個文章 要有一千人給我們按讚 就拚到要死了 那不是 對嗎 都要幾人跟你分享 拚到要死 人那個不用了 因為抖音有基本卡 你說好 叫賴清德去用抖音 就沒基本卡在給你看 就是柯文哲有 柯文哲有 柯文哲有 然後呢 柯文哲的抖音 你說你看完了 你還是不知道你看了什麼 就是說他很短 好笑 到底要表達什麼 不知道 反正就是柯文哲說 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 當作很好笑的 那就這樣 難道民眾黨的支持者 大家聽到都這樣嗎 就只想看這些好笑的 都沒有在關心 他到底要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然後這樣還 我感覺陳志然還沾沾自喜 意思是說 你看我們抖音 很多人會怎樣 所以才會跑出什麼抖 陳志然有時候 你找也要抖 抖抖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為什麼要抖抖抖 抖抖你要跟人民說 為什麼要抖抖 抖抖說你事情做得不好 要幫你抖 你這個人過去 累積斑斑 過去的行為很壞 總統幫你拿名 拿名給他看到這個全民公敵 要把我抖 這樣才可以抖 他說他去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 陳志然說他晚上高點 大家都不能去玩卡拉OK 都要給我回家 這很多人就抖音了 就是說你去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全民公敵 所以要幫你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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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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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他才有被倒閣的正當性 所以有時候想這樣 戰狼小姐姐現在急著出來 邀功 出來表功 不管是要分散柯文哲的這種炮火 還是出來做劍拔 還是他就要保住他的職位 這樣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裡 就會讓民眾黨的追蹤 政治上這個追蹤 大家就越看 他就覺得他們越來越低 不過這個請教靜怡 當然這個也有挺民眾黨的 這個媒體人講 說其實這些小草是不可能拔著走了 他根本就不在乎外界 什麼風吹草動 他就是堅定的會挺柯文哲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說法 這一些小草真的 每一根都是真實存在的嗎 因為陳志涵就大罵吳子佳 說在節目上胡說八道 然後他不承認抖音這件事情 可是AI實驗室卻說 在抖音上面操作的傾向 非常的明確 就壓倒性的一面倒的挺柯文哲 所以這些這個所謂的小草 他到底是不是每一根都真實存在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柯文哲最近放出消息說 這個要找這個蔡碧如回來 那你怎麼看 這樣的一個這個狀況 尤其是最近這個蔡碧如回來 你不要說鬥黃三三 他可能連一個陳志涵都鬥不了 但是你說陳志涵講 倒閣這件事情 可能代表的是柯文哲的意志 那柯文哲 坦白講這個陳志涵跟蔡碧如 兩個人好像交情也不是很好 那如果說他代表柯文哲的意志 柯文哲現在要找蔡碧如回來 這什麼狀況啊 我們來講那個小草的真實性 小草真實性從哪裡看 這是最明顯 就是說你去看這個民眾黨區立委 提名各地方的這個得票數嘛 基本上靠自己的都沒有超過25%啦 所以你說啊我看到台灣整片的草原 都是我的草其實沒有啦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蔡碧如是這樣 因為他到台中 他是得票數在那個地方是超過柯文哲的 啊有47%啊對啊所以 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挾著國民黨 盧媽媽的力量去的嘛 所以你說小草有很威嗎 有多少都是真的都是小草嗎 其實很多的草可能是藍色的草 欸他那邊得票率還超過柯文哲欸 對啊所以為什麼大家都會把蔡碧如 當成是一個關注的重點 是因為你會發現柯文哲身邊的女人再多 沒有一個人是真的會出去做在地服務 去做這個在地的這個所謂戰爭嘛 對扎根的 去扎根嘛 只有蔡碧如嘛 所以現在全台灣的人都在看說 你柯文哲怎麼去對待 這樣的一個有戰功的人 雖然沒有贏 但選的不錯嘛 那另外的話我覺得蔡碧如在強調說 啊誠實啦 確實啦我們曾經的這個 想要創這個新的政黨的想法 就是說大家要老實啦 對 但是因為我有時候也太老實 所以要被柯文哲討厭嘛 哈哈哈哈 對啦 所以我是建議蔡碧如不要這麼老實 因為我們這幾個位置不缺他一個啦 不要來 蔡碧如說期待每個中央委員 真的要對柯主席講真話 對 那蔡碧如在緊張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黨部的主委 這一次選的都很艱辛啦 摳人摳不到 然後都要想辦法 然後資源也沒有 你黨中央也不趕快來協助 那你柯文哲到哪裡又要有場面 大家其實都很累很辛苦 你文宣布是拿最多預算的 對啊 對啊 所以你說為什麼陳志涵會慌 陳志涵一定慌啊 他有慌嗎 一定慌 為什麼我跟你講 第三夫人臉書瘋狂的奇發 怎麼發 連發到說柯文哲小時候 六個月的時候眼睛茄茄的樣子 都可以吧 他一發出來 柯文哲就有新聞 對啊 那你文宣布這個在幹嘛咧 對不對 陳志涵會慌啊 還有我們的雙黃配 兩個黃 這記者會都天天開 對 每天都開記者會常常開 那另外呢 這個蔡碧如 他像自媒體一樣 你知道嗎 隨便講話也都有新聞 對 然後時不時也想要檢討自己的黨 然後就成為自己一個另類的風格 陳志涵怎麼會受得了 他是戰狼耶 對 戰狼小姐姐 對啊 所以他馬上就要出去戰 結果一戰 我跟你講 他剛開始覺得說 我是那個貝衛的立委 貝衛因為兩年一輪 怪輪到他了 可能有機會 搞不好可能有機會 所以他就要展現自己 是未來立委的一個氣勢 我跟你講 那不知道都是誰害的 說民眾黨那八個叫小哥吉拉 所以陳志涵就要展現出 哥吉拉的氣勢 一出來就直接喊 這個行政院長任命 大家要有共識 不然我倒戈 問你來了 我民眾黨沒有同意 你給我當上行政院長 我倒戈 結果這些藍綠人都在看說 天啊 這個不是小哥吉拉 是小草擬馬 白色的 白色的 對就是無知啊 好無知 小草 小草 擬馬這樣 怎麼 你不表現沒事 怎麼這麼單純 對就一表現 大家都看出你的這個趴數在哪裡 但是確實他也獲得一些聲量嘛 所以說其實這一次2024民眾黨是選的不錯啦 我們不要去講輸贏是選的好的 為什麼 因為2020選完之後的一波民調 民眾在2020的政黨支持度是沒有破10%的 但是這一次選完之後的民調是22% 所以其實柯文哲確實就是確實啊 他現在已經是成為一個政黨的第三政黨 對 對 支持度翻倍了齁 對 但是問題就來了 你柯文哲到現在 你看他的褲子是慢慢穿上來啦 他用各種理由在穿 他沒有一次穿 他穿上來了沒 還沒穿在拉鍊的部分 一帶也沒氣啦 一帶也沒氣啦 卡在拉鍊的部分 他們找各種理由嘛 說啊 年輕人投票不夠多 好拉一點起來了 要嘛就是要改革 好再拉一點起來 各種理由啊 慢慢拉現在要拉那個 拉鍊了 拉鍊準備要上啦 我想陳志涵的工作就是幫他拉一下拉鍊 結果沒想到卡住卡到手 所以這個 倒閣的事情就被別人看破手腳 那所以身為台灣的第三政黨 到底是要成為一個會做事的政黨 還是要成為一個最會炒聲量的網紅政黨 我覺得這個是柯文哲應該要去省思的 如果再繼續做炒聲量的網紅政黨 那麼其實第一個他自己的改革無法落實 第二個他是全台灣歷史以來 開票即宣布還要再參選總統的人 這個比宋楚瑜還要有決心 所以他其實這四年絕對會有非常大的壓力 另外的話就是算光國會好了 這大家選完之後我們雙簧出來看記者會 說他團進團出嘛 那你國會到底要支持誰 他現在也不太清楚 但他支持韓國瑜聽起來很合理啦 因為以前他們都是說我們是在野大聯盟嘛 但是問題來了如果他去支持韓國瑜 會不會淪為被別人說他是小蘭 黃國昌最不喜歡這樣 重點來了現在很多人網友都稱呼他為白蓮教 白蓮教 那我問你他變小蘭之後會變什麼教 白蘭教 就不知道嘛 就是亂七八糟 就是你完全沒有忠心思想 小蘭的教啦 對 就是完全沒有忠心思想 那麼這樣的政黨要怎麼往前走很難 那將軍怎麼看喔 這個陳志涵在選後呢 這個當然還是這個四處征戰 戰狼小姐姐呢 這個還是這個繼續的 我們剛剛講到嘛 從這個媒體人啊 戰到未來這個行政院長 而且呢這個一人政黨在選後 最多的新聞 包括了黃國昌 可能會跟黃珊珊兩個人不合啦 結果呢 就已經不合的傳言了 現在還傳出柯文哲 要把蔡碧如給找回來 那不是鬥的會更厲害嗎 然後呢 就在這個時候 居然還有人認為說 其實你們都錯了 民眾黨內最大拍戲會是柯媽這一隻 怎麼會大家現在對民眾黨的看法是這樣 將軍你的分析 其實柯媽這一隻喔 民眾黨要去找柯媽的人 可能要先把這個心思放一邊啦 因為柯文哲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就有公開表示過 不要再去騷擾我媽媽了 對 就是不要再去找柯媽了 找柯媽只會扣分不會加分 所以要的話趕快去找佩琪 找佩琪了 因為佩琪目前來看來 柯文哲還是不敢得罪她的啦 對 因為柯文哲接受一個網紅 在做專訪的時候一起吃飯嘛 然後那網紅就問他說 欸為什麼柯市長吃飯是這麼快 如果你跟我媽吃一輩子飯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吃這麼快 因為太煩了你知道嗎 但他不敢講 柯文哲不敢講 柯文哲是一個非常優柔寡斷的人 媽媽講的話 他只能表示我吃快一點 太太講的話 只能說哎呀 你這個臉書少寫一點 現在還多了黃珊珊 還多了陳志涵 怎麼辦啊 怎麼辦 對不對 人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陳志涵也不是當選的八個立委之一 他不是立委啊 他到處都說 你還忘了可以倒閣 這件事情應該由誰來宣布啊 你們黨團決議了嗎 還是柯文哲受命你來講了 沒有就隨便說 所以民眾黨就是一個 隨便放炮隨便放話 然後呢增加聲量 大家來去問柯文哲說 你們有要倒閣嗎 誰說的陳志涵 那我下次加早講一點 就過了耶 就過了耶 對 那有哪一個政黨可以這樣 藍綠兩個政黨 他的發言人 跳出來講了一個重大的決策 這個發言人會怎樣 就滾蛋啊 就滾蛋啊 對不對 蕭敬妍又不相信講錯了 我不就被解辭了嗎 蕭敬妍 就是這樣你藍綠兩個政黨 你是有中心思想的 你的發言人未經授權 說出了跟你政黨思想方向 不一樣的 你要被處分 不過還好 因為我有確認過 民眾黨是沒有中心思想的 民眾黨中心思想就是什麼 把阿伯送進總統府 這是唯一的中心思想 就跟我們人人都要買樂透 人家說買到樂透以後 中了獎我要做善事 沒有他的目標就是中獎而已 他沒有要做善事 他也沒有要治理國家 他也沒有要讓國泰民安 他要讓柯家富有就好 這不就是柯文哲嗎 所以柯文哲 你就要看了這段時間 他永遠在做一件事 不斷的自己放話 團隊放話 或是他的這些 所謂的派系放話 隨便你放 只要吸眼球隨你放 放得越辛辣 越奇怪 越好笑 越有人訪問越好 第二個步驟就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要接受受訪 他最怕就是 從黨中央開完會出來 外面一個記者都沒有 他會覺得孤獨寂寞 冷啊 所以他一定要 所有記者拿著那個烤肉架 快主席 你要講什麼 昨天那個陳志涵又說什麼 昨天黃山山又說什麼了 昨天黃國燈又說什麼了 他好爽 正常的黨主席會覺得 這幾個傢伙 又幫我惹麻煩了 你要害死我嗎 怎麼又來了 那是正常人 正常人會這樣想 柯文哲千萬不要把他當成一個 把他當超人好了 超過一般常人的人 就是哇太好了 又有人來訪問我了 然後就抓到頭說 這個事情其實這樣講 他沒有授權 不過他這樣講我也不會怪他 因為我們是個開放型的政黨 他就會這樣胡扯 扯完之後 所有的記者都覺得很奇怪 是我問錯了問題 還是你亂答 記者不要懷疑人生 你問他任何事情都會這樣答 然後呢 把這個受訪完之後 他就立刻回問 回問記者 這誰說的 你看柯文哲每一次 遇到他沒有辦法回答的話 他就問你說 這誰講的 然後記者就說 那個誰誰誰講的 那你去問他問我幹嘛 他就會這樣子啊 對不對 他就會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 把所有的事情 歸咎在批評藍批評率 又罵藍又罵綠 罵完之後呢 就再放話 明天又可以受訪 這就是柯文哲的生存法則嘛 就是利用一件沒有的事情 把他創造成一個新聞 然後在這個呼嚨的方式 把他答完以後 再問你是誰問的 然後再放一個 刺刺而非的新聞 幫明天受訪鋪陳 柯文哲就是如此 他永遠活在聲量之中 他是一個不踏實的人 所以說這一次 黃珊珊或是陳佩琪 或者是柯媽 或者是陳志涵 他們都成為柯文哲黨派手下的 一個派系 而這個派系呢 只管放話 不用管救火 對 就像他的中心思想一樣 永遠問不出來 所以你就要問嘛 我們身為一個政府 身為一個政黨 要幫國家解決問題 要幫國家重大的政策 想出解套的方式 沒有 沒有想方法 就像某一家房子 或是某一間房子的年關 但是不小心失火了 國民黨快救火 國民黨拿那個泡沫 是不是沒有火 去噴 民進黨說不行啊 這種火不要用泡沫啦 用水去救 用水去救 兩黨都在想辦法救火 能夠改善解救這個危機的同時 民眾黨你在幹嘛 柯文哲就說 救什麼火給它燒 燒完就好了 對不對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對不對 就是隨它燒 讓它燒到爽為止 反正火總有滅的一天 你去救火浪費泡沫浪費水 與其如此不如讓它燒完 燒完就可以重蓋了嗎 所以我說這才是民眾黨 讓人家害怕的地方 它永遠沒有一個 中心的思想跟目標 就讓這些小草吸收來的黨員 還有插著手底下的 所有的發言人或是派系 任它亂飛 這是國家的災難 這是國家的災難 我剛剛只是講說 房屋失火這種事情而已 這種事情也是很可怕的 可是如果換成兩岸呢 換成國際呢 你簽了一個國際的契約 然後總統說 沒有啦 那個開玩笑的 我沒有要簽 那誰簽了 誰簽了誰去負責 有這樣的事嗎 就是隨它燒 讓它燒到爽為止 反正火總有滅的一千 你去救火浪費泡沫浪費水 與其如此不如讓它燒完 燒完就可以重蓋了嗎 所以我說這才是民眾黨 讓人家害怕的地方 它永遠沒有一個 中心的思想跟目標 就讓這些小草吸收來的黨員 還有他的手底下的 所有的發言人或是派系 任他亂飛 這是國家的災難 這是國家的災難 我剛剛只是講說 房屋失火這種事情而已 這種事情也是很可怕的 可是如果換成兩岸呢 換成國際呢 你簽了一個國際的契約 然後總統說 沒有啦 那個開玩笑的 我沒有要簽 那誰簽了 誰簽了誰去負責 有這樣的事嗎 外交部長簽了 外交部長負責 每一個部會的部長 是你總統授權的 他可以隨便出去簽 簽完之後總統就否認嗎 所以我說 不要讓中華民國 放在一個不定性的政治人物手上 所以說這些小草 小草會長大 雖然有人說 小草長大還是草 可是至少它會變草原 它至少會變草原 草原裡面 它也有是非的 草原孕育了很多昆蟲在裡面 你不要以為這些昆蟲都是傻蛋 這些昆蟲會想 你要滅我的草原 我連生存的地方都沒有 所以不要小看小草 小草是有智慧的 當小草變成草原 小草的力量互相連結以後 就看清楚你柯文哲 是沒有核心價值 沒有中心目標的一個 集結小草的一個包 你是讀過書的包 你是讀過書的草 那小草有智慧 但是變成包以後 被它包在裡面 全部包成傻乎乎 所以柯文哲不要再騙人了 講明白說清楚 你到底民眾黨未來是誰 還有一個問題最可怕 民眾黨會換黨主席嗎 如果民眾黨不會換黨主席 那說句實話 你要選六次 你可能要破百歲 那實在太可怕了 這就是未來民眾黨最大的危機 不過講到這個發燒榜 今天這個新聞 也在網路上發燒 那就是這個知名的網路節目 賀榮夜夜秀 請來的前央視記者 王志安上節目 結果沒想到 這個王志安出大包了 他不但批評台灣的選舉 而且直接指涉 民進黨推著殘障人士說 是什麼 上去煽情催票的 而且還模仿他的動作 是最可惡了 結果今天網路整個炸鍋 罵敏寬 這位律師是陳俊翰律師 非常難得 人真的是不方便 可是各位 你要從台大拿一個法律系 都已經夠困難了 他拿法律系再加會計系 厲害吧 厲害 然後到美國去 拿到了哈佛的碩士 而且深造了整個法律的一個博士 回來之後呢 他就參加了這次民進黨的不分區的一個立委 第16名 結果這位海外中國人 你剛才把他講的露露等 就是個海外中國人 海外中國人持觀光護照 王志安就到台灣來 還到處去賺錢 他們這次去參加了夜夜秀的一個節目 他直接說他把殘疾人士推上台 還模仿人家的動作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以夜夜秀來說三次的錯 瑞稿的時候錯第一次 錄影的時候沒制止錯第二次 第三個剪接的時候還沒有剪 已經錯三次了 好這件事情沿路就燒 後來夜夜秀發現情況不對道歉了 王志安打死不道歉 但我們說中國人真的不懂我們台灣民主的一個真諦 他沒有選舉過嗎 還有什麼資格批評台灣選舉 真的 給他三分的顏色 他居然開啟燃房起來了 好 除了王志安這件事情 今天另外一件事情發生在英國 英國有一個車站 這個車站當中有一台鋼琴 這台鋼琴還有來頭 非常出名的歌星Alton John捐給了這個地方 然後當地人喜歡都可以去談 那都可以去談 想不到我們有一個藝術家 就在這個地方談的時候 這個時候中國有一個高官子女 手持五星旗走過來居然說 你怎麼在這個地方直播 不准播 你不想要人家拍到你 你就繞過去就好了嘛 他跟人家說不准播 然後後面他說了一句話糟糕了 為什麼呢 他說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在中國是不允許的 你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可是各位 那在哪邊 在倫敦耶 在倫敦要一個外國人去遵守 中國的一個法律 你們中國人敢這麼要這麼拗蠻 敢這麼拗蠻 然後呢 他說 他說我不想被拍 我就不想要讓別人知道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這件事情現在還在燒 為什麼現在還在燒呢 因為據傳那台鋼琴扣起來了 還派保安在那邊顧 還派保安在那邊顧 其實你自己不想被拍是OK 可是你居然 沒有 你不想被拍 你就從旁邊過去嘛 說不要給人家拍 結果兩天一百七十萬人看了 很簡單的就是拗蠻 你不想要被拍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們說中國小粉紅 到底頭腦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玻璃門 這個玻璃門上面呢 因為貼了一個紅色的LOGO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為什麼 像日本國旗 這樣也不行 這樣不行喔 先跟各位說不行喔 然後他說不行了 對方不理他對不對 舉報 就舉報 就舉報 可是呢 舉報有沒有用呢 還真有用 舉報還真有用喔 我們說第一個這個玻璃心太敏感 也太脆弱喔 但現在呢 因為這個舉報制度 從王治安一直到這個高官的子女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小粉紅生氣氣 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喔 中國因為長期以來 他們都沒有所謂的媒體的自由 那沒有媒體的一個自由呢 你媒體呢 播報太多的事情 要嘛被抓 要嘛被關 所以呢中國就進入了所謂的通報時代 那通報時代呢 我們都知道喔 媒體叫第四權 第四權沒有所謂的法律 沒有司法 但他負責當幫你瞭望 什麼叫幫你瞭望呢 你有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有對這個社會 急需要讓大家知道的事情 媒體要第一個時間出來讓大家說 讓大家知道 那知道完之後呢 如果有事情有太過 可以修正修正回來 但你要給人民有知的權利 那現在有很大的一個麻煩是 中國進入了通報時代之後呢 可是民眾又不相信官方媒體 所以常常怎麼樣呢 常常陷入了所謂的無限回圈 什麼叫無限回圈呢 民眾講 這是真的假的 官方講一定是假的 然後可是呢 官方不講 你又不知道他情況怎麼樣 但現在呢 中國其實很多問題 他是解決不了的 什麼叫解決不了呢 現在中國有另外一個問題 打雞穴打過頭 什麼叫打雞穴打過頭呢 三天前我們有跟各位說嘛 全世界最厲害的外送哥 這個外送哥呢 單單送外送送了三百萬 但是他的人生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一天是二十四小時 他一天是三十一小時 各位這真的假的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另外一個叫做貼磚哥 貼磚哥說什麼呢 說 哎呀你們去上大學 也不見得找得到好的工作 你看我這樣每天貼磚 一天賺三千塊人民幣 有沒有好厲害 那中國就開始官方就說了嘛 其實各行各業都是可以賺錢的 不用一定要做所謂的辦公桌 我就問各位 你每天在那邊挑中 又沒有學過功夫 這個你做得來嗎 可是現在打雞穴打到多誇張呢 我們再看喔 這是一個上海姑娘 這個上海姑娘她多厲害了 現在官方在說她創業賣燒賣 又起一年居然營收是兩個億 兩個億是什麼意思呢 她一年單單賣燒賣賣了台幣九億 你信嗎 你信嗎 所以呢現在網友全全部都成了柯南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說 到底是有贏了沒贏了 這個女網友這樣子一年賣兩個億人民幣 九億台幣的燒賣 到底是真是假的 但是目前全國都在吐槽 為什麼呢 因為簡單的說 現在就是大家都沒工作 那大家都沒工作了 最近中國做了一件事情很厲害 中國他們把整個全國的整個失業率 做出來了 他們說失業率目前有效的調降 為什麼有效的調降呢 他說目前的失業率全國是百分之十六點二 結果大家往內一算又起 又灌水了 又灌水了 六千兩百萬人在學校的學生 然後呢在家啃老的通通不算 直接不算掉 直接不算掉 各位這就是中國的一個科學 但中國現在有些事情讓大家怎麼看都看不懂 這個我們老人家比較不懂 但是年輕人都知道 這個是非常出名的 叫英雄聯盟 英雄聯盟 全世界大賺錢 小朋友 青少年每個人都在打 可是呢 想不到開發商呢 他叫拳頭遊戲 說我們也撐不住了 這件事情 那我百事不得其解 生意好神 這樣怎麼會撐不住呢 裁員 裁了五百三十個人 目前是百分之十一的一個人力 那我就在想 如果連英雄聯盟這麼夯 這麼暢銷 這麼多人玩的一個遊戲 都出現了所謂的開發觸礁 開始裁員 那中國你到底哪一個遊戲行啊 這個是全世界知名的喔 這是全世界知名的喔 好最後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總結喔 各位還記得那個去年的狂殺事件 突然間中國中宣部一則新聞出來 哇整個所有的網路股票 騰訊啊包括了京東啊 跌跌的亂七八糟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官方要整頓 就這個消息喔 中宣部的一個網路遊戲的一個新聞 騰訊一天賠掉一個京東的一個市值 當天賠十一趴 我記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呢 那個大逃殺是沿路大家都在砍啊 沿路都在砍喔 砍到港股到前幾天已經破一萬五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這則新聞呢 後面出來 各位有沒有執行 沒有 殺了一個局長 後面殺了一個局長 這個又齊的節目 我跟各位說過喔 結果現在過去這則網路訊息呢 又齊我跟你說 404 網路的訊息404大家都知道齁 他就不見了 和洩掉 各位和洩掉 官方可以隨便出來放話 放完話之後不執行 不執行之後現在訊息不見了 可是投資人賠掉的錢 現在各位誰來負責 還好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對不對 我們說好身障律師居然有人善笑 今天王治安直接驅逐出境 但各位仔細想想 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環境當中 那個人的素質 各位想想 那個真的是天差地別 不過王治安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現象是可以探討的 而且王治安的這個事情呢 竟然讓我們脾氣 想來非常好的 王毅川老師生氣了 所以毅川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王治安這個事件 而且其實在這個選前選舉的那段時間 王治安是有在台灣 有支持特定的這個候選人的 所以你怎麼看 就這樣的這個狀況 那今天當然這個網友炸鍋了 他背後透露出一個 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尤其是這個 很多網友覺得說這種 其實原來是不能夠接受的 而且今天你會大的不只這個 據說你對很多人 也是個不突不快 今天怎麼這麼大 好這個王治安這個人 第一我當然不認識他 那他來台灣講什麼 其實也一點都不重要 每一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平台 要上什麼節目 比如說我們現在坐在這邊 我們上這個節目 我們要講我講什麼 要笑誰 要怎樣怎樣 要虧誰 這個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條線 你不可以踩過去 那一條線就是什麼 比如說涉及宗教 種族 膚色 性別 像這種涉及到人家的這個 什麼 身體的障礙 過去的出生背景 對 這條線你不能落過去 落過去 那不是叫做言論自由 落過去那種叫做歧視 這全世界如果說到有歧視致言 那是會被人 沒得炒頭 好 現在重點是這一個叫王治安這個人 這個人現在這幾天應該會被驅逐出境 我沒看過他 不過呢 我看他長的樣子很像這個敏寬哥 當然敏寬哥有戴眼鏡 所以這兩天如果是落人當中 你不能動作這些 王治安 好 但是呢 重點是這樣 他就在一直在講這個陳俊翰 你如果不知道陳俊翰的故事 你就覺得陳俊翰就是民進黨提名的 一個部分區的候選人 對 就跟當年國民黨提名有另外一位叫楊玉欣一樣 那民進黨以前提名的立委叫王榮章 對 那每一個黨提名誰來當部分區候選人 這是這個黨自己的決定 三十四個陣容擺出來 社會來公平最後決定投票給你 不會有誰故意去擺誰來消費誰 可是這個王治安的邏輯就是說 你們為什麼擺陳俊翰 你們就在消費陳俊翰 然後呢 他用的文字跟我們因為不太一樣 他叫殘疾人士 台灣人不在說 跟殘疾人 我跟各位講喔 包括現在喔 我們各位都要注意喔 譬如我們看那個路邊有那個 藍色格子的 上面畫一台輪椅的 以前叫什麼車位 叫做殘障停車位 殘障這兩個現在都被改掉了 現在不能叫殘障 現在都叫身障 身心障礙 或者是身障 不會人說人是殘障 這隻殘這隻很難聽 咱們不知道 還有這些 大家出來倡議以後 連政府這個名字都改掉了 所以中國人用這個文字 其實是他們的病 我會了解 他們有一點歧視的字眼 看人不會去就對了 好 那這個人在哪一個節目 講什麼言論 我個人認為那是他的事 因為他中國人不知道 台灣在部分區怎麼提名 那也是他的事 可是我今天想起的 是這個好農 這個節目啦 這個節目 我告訴我民間也有說 他這個節目是賣票的喔 賣票的喔 賣票的喔 賣票的賣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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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在說的時候 主持人想說 又齊現在主持 我每一個人說什麼 你沒辦法給我控制 我每三字經亂罵一通 你給我加掉這樣而已 對不對 我講不到的 引用錯誤數字錯誤 你給我加掉嘛 這個節目是現場的這一種 看完之後 他是剪成袋子丟在YT的 結果他剪進去的時候 把這一段剪出來 給大家看 因為他沒有剪 我們不知道啊 我們怎麼會知道 他有在那邊講什麼話 只有現場的人有看到嘛 但是這個製作單位 像就說他們有蔬師 但是當場那兩個主持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那個女的在昨天晚上 已經道歉 昨天凌晨三點多道歉 但是這個男的叫賀龍的 到現在都不道歉 都不道歉 他當場這一個王之安 講的時候 他是拍手叫好了 他是拍手叫的 你要為你這個動作道歉 我再講一遍賀龍 我不認識你 我騙你也沒有什麼 什麼過求什麼求我們 可是你做這個動作 你要跟大家道歉 你的助理主持人 講得很清楚 因為那天太差了 我聽不清楚 他是在說什麼 其實他在說什麼 台灣的政治選舉 都是表演 他覺得好笑 他拍不到 可是他後來知道 王治安是講這個 他道歉 所以賀龍你趕快道歉 不然這件事情 也毀了你自己 也毀了這個節目 這第二 第二是館長 館長 館長又出現了 館長 館長這一次 是因為他要聽這個叫做超哥 就是那天他把那個 頭子熱拍 這個超哥 他那個不是本料理 賣海膽 館長就去買一個便當來吃 吃的時候 那奇怪館長你怎麼吃到 橡皮筋 館長長出來 用第二台攝影機的角度一看 不是啦 他就是吃那些本料理 不是都要蘿蔔絲嘛 蘿蔔絲 他就是去問導遊 問完之後那個角度看 想要夾橡皮筋 真的好像橡皮筋 真的好像橡皮筋 可是這個新聞 因為他還給館長摸兩天 你看看這樣就厲害了 他就流量 大家就開始把他們大放大 放慢 然後看 人家這就佛生了 館長你摸這個不錯 拍電動 摸這個都OK 靜地你不要插了 因為你這樣不太 靜地你不要插了 不過你創作給大家笑 這是我幫你睡著 第三這組人就真的不可原諒 選舉選了一個禮拜多 一個禮拜多 我的最好的兄弟 佐冠亭教李正浩 現在人在日本 重點是他們去日本 去團二十的人 二十的人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我問你 二十的人要出國 要擴股一直就都定好了 最終要一兩個月 對啊你不是革命情感你 對 是不是旅行社還要刷丁筋 都要刷卡丁筋對不對 好 那時候在抗救王毅川大兵 不是 對啊 大家都在拼這條 他們兩個都在籌備 要出國這條 我都不知道 又去給其他來賓 又問說 你拜多要去 我去退 他說要去日本 你沒有對到一團 我都去一團 他跟我說我問他們兩個 這樣還有天理嗎 他們說好 我們不知道你要去 那時候大家不是在 不可以選舉嗎 選舉不認真 對 好 現在他們兩個去 去就算了 去就說我們現在 跟飛機在一起 我們吃什麼美食 大家跟我搶 這樣 連攀崩崩崩也是 攀崩崩又帶一譜 一川 我現在也在日本 這樣 整軍的就對了 好 現在我就跟李總 說你也沒辦法 你去 整團都帶孩子去 去划學 所以你去就兩個 第一 故行李 第二 故行李 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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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地去做 他就沒有這 到鐘 建篩 要叫我拘ón 全革的 人家就摳出來了 這是人摳出來 選擇 這時候就是 李總校會 過行李 李總校 過行李 李總校台 就去 Graduate 他 這孩子是他們團員的小孩子 過行李知道 你我沒有辦法 去就摸到了 所以人家都 Iran 好 像現在要說說 我以後 他就沒有 離座 那場 有私人 個人時間 他就說我穿這個衣服 你看我自己一個人 師傅 他就說什麼師傅 演藝人演跟有師傅進行他 意思是說他也很優哉 其實有批圖 他的頭頂這裡都行李 他在鄉民的頭頂這裡都行李 他批掉 其實他是在顧行李 因為人都去生雞 這就是這幾天 我的朋友做的事情 另外就要譴責一下 我們的賴主席 譴責賴主席 賴主席也是這樣很不意思 因為潘崩安就先把我開一家 賴主席還跑去北海岸 是不是這群人跑去北海岸 賴清德去北海岸請 六選的立委吃飯 你還沒得到 還沒得到 我到底是算當選還是六選 你兩人怎麼這麼賣 當選有什麼新生訓練營 六選有衛文餐 我都沒有 你有北平東路嗎 北海岸也沒有 北海岸也沒有 像北平東路 今天又去北平東路開花 有广東沒有啦 賴主席今天總統說 王毅超會補你一餐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賴主席都有在看我們的那個脆 因為我是在脆上面抱怨的 賴主席也跟上年輕人的腳步了 好不過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在國會議長選舉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各黨的腳步又是什麼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民眾黨的部分 之前說巴西立委會團進團出 結果現在民眾黨內部人士 可能看不下去爆料了 說竟然八個立委 一間至少就有四種 有人說投不下韓國瑜 有人堅持不當小綠 那怎麼辦 最後會分裂投票嗎 據說民眾黨的這巴西不分區立委 有四個方向 一種是堅決不投韓國瑜的 另外一種是藍綠擇一的 另外就是自提人選 然後也有說要分裂投票的 那這個民眾黨的立委當選 陳昭志就說 但是自提人選這一項沒有聽說過 所以呢 這個不是投藍就是投綠嗎 那現在傳出民眾黨可能會支持 院長游錫坤 然後副院長江啟成 那這個就是一藍一律 結果這個資深政紀的尚義夫說 如果游錫坤確定當選院長的話 江啟成恐怕就會宣布不選了 因為他上下午嘛 然後說這個 所以呼籲民眾黨不要算得太精 但是我們來看喔 韓國瑜現在出手 對民眾黨先示出善意 韓國瑜對民眾黨提出的 這個國會改革四項訴求 他說我們樂於支持 願意共同合作來修法 那黃國昌就說了 韓國瑜真是非常好的點這個範例 那請問民進黨的態度是什麼呢 那國民黨的立委王鴻威呢就笑黃國昌 民眾黨要硬起來啦 柯建民都罵你們沒用的巴息了 你們還支持游錫坤真是笑死人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民眾黨要投了還是投綠呢 好 那這個現在這個有媒體報導說 柯文這最新的動向 可能要挺韓國瑜當立法院長喔 結果呢民眾黨的發言人 戰狼小姐姐陳正涵又出來跳 他說有人在拔草側風向 想要製造某種輿論啊 完全沒有在尊重民眾黨團的決議 跟柯文哲先前公開的定調 這個拔草側風向的人會是誰呢 會不會在民眾黨自己內部啊 好那國民黨的部分我們來看喔 國民黨真的答了這個民眾黨的答案券 而且還加碼國會改革 那裡面包括了總統要到立法院 國情報告常態化啦 政府院長的選舉要記名投票 還有各獨立機關呢這些這個首長人士的這個命令呢 以及解任呢都要受國會的強力監督 還要推動這個跟這個民眾黨有點像喔 推動國會調查跟聽政權 然後呢還要制定藐視國會罪等等 那柯建民怎麼說 柯建民說呢 國民黨提出這些主張喔 民進黨呢一概尊重 但是民進黨過去提出很多國會改革方案呢 比黃國昌還要躲 你國民黨還拿去給我造鈔 所以呢柯建民就罵國民黨 你不要亂演一通 而且呢居然還加碼回應黃國昌的考卷 你們根本都畫錯線了 搞不清楚立法院長的職責在哪裡喔 所以呢這個柯建民 這個批評國民黨 不外乎是寧可絕景 極盡拉攏之能事喔 所以這不是騙票 什麼才是騙票喔 但是呢 講到這個黃國昌最近頻頻槓上這個柯建民喔 好那這個問題是 為什麼最近要頻頻的槓上柯建民 黃國昌為什麼最近拼命搶聲量呢 因為兩年後呢據說他這個還沒上任 已經準備要去選這個縣市長了嗎 好那前民眾黨的秘書長謝利公 昨天在上突發奇想的時候呢 他也坦言 沒錯民眾黨當時為什麼會立兩年討款 就是因為希望這些不分區上任 兩年以後就可以去選2026的縣市長喔 算啊這個律師林志群就痛批啊 像黃國昌 他是民眾黨裡面唯一當過一屆立委的 那但是呢這屆立委當的如何呢 他說啊前面三年黃國昌提了八個法案 沒有一個被三讀通過 為什麼因為他人緣太差了 提案根本沒有人支持 結果就是掛蛋 所以啊不是咆哮就代表你努力了 你重點是數字都拿不出來嘛 那這個前國民黨立網陳學勝呢 也曾經跟黃國昌是這個同事啊 他說黃國昌就自以為是啊 搭乘同一台電梯從來不打招呼的啊 到他根本就不把大家看在眼下 所以呢大家就懶得理他 所以呢沒有人呢 這個對於他的這個法案呢 願意給你連署啊 或者給你通過這樣的 那黃國昌指什麼說 黃國昌說我進立法院 本來就不是來交朋友的啊 而且在我進立法院之前 你去問問民進黨多少提的法案 是我寫的 但是黃國昌現在立委 前任立委都還沒當好了 這一任立委還沒上任 已經落跑想要選這個新北市長啊 所以就請教將軍啊 你怎麼看喔 這個黃國昌呢 上一次當立委的時候呢 就已經被批評做得很差了 這個03讀啊 結果呢現在好不容易要當上立委了 結果呢黃國昌呢已經在準備 還沒上任喔 就在準備兩年半以後 要落跑去選縣市長了啦 那更何況呢 其他的這個七名的這個民眾黨 不分區立委裡面 也有人準備要去選縣市長 那將軍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意識都已經還沒有熟悉 就已經要這個準備落跑了 所以難怪啦 他們現在兩年內最重要任務是什麼 就國會議長的選舉啊 所以大家當然意見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在這兩年裡面 我想要的東西不一樣嘛 所以將軍怎麼看 可是民眾黨的這種內吼 坦白講是不會變成藍的大問題 還是會變成綠的大問題 因為民眾黨這巴西立委 他們的賞位期特別短 通常是四年 他們除以二 還除以二 對同樣是一個食品或是一個產品 人家的期限是四年 你的賞位期除以二只有兩年 那當然彌族珍貴嘛 珍貴就要拿俏嘛 拿俏就要擺出姿態 那麼大家可以看看黃國昌 黃國昌人員差他沒有關係 人員差是人格特質 或是你本來就喜歡人格差 可是國人玩都不一樣耶 那不一樣 看了就討厭 我們在議會 我也是少數的這個黨 我們五黨籍我們只有實習 在桃園市議會 我們是少數的一個陣營 你少數的這個議會 或者是立委的席次 你要做一件事 你提出的法案 你提出的政策 要爭取藍綠的認同 對 這才厲害啊 這不叫妥協啦 我才不妥協呢 我就提出來 提得爽就好 管你要不要 這不叫做事 這叫做秀 對 就說你看都是垃圾 我提出了這麼好的方案 沒有人要用耶 那你要想想看 為什麼你推不動呢 如果方案這麼優 如果方案是立民立國 對大家都有利的 為什麼藍綠不支持 為什麼你上一屆 在時代力量 在當立委的時候 你是零三讀 對 不可思議耶 不可思議耶 我們在市議會 我才當一年的議員 我已經八條法案 三讀通過 哇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蔡鳥議員啊 我也是少數黨啊 我們才實習五黨籍而已啊 我們在議會裡面 你提出的方案 是立於桃園市的 立於桃園市民的 藍綠都會支持你嘛 他不會問顏色 而且你要夠認真耶 對 而且最主要是 你不能 你人員好不好 我覺得對 他講說去議會去立院 不是做朋友的 可是不是去找敵人的吧 對 找敵人去從軍嘛 對不對 中國就在對面 解放軍在對面 好好地廝殺一下 是 到立院 不是做朋友 但是至少呢 廣結善緣 為的不是委屈求全 為的是為民喉舌 爭取更好的政策與利益 黃國昌 你的心中 有這種委屈可以受嗎 為了人民 為了全國人民的福祉 我個人受點委屈算什麼 我吞全民得利 我吞法案通過 我吞全國關注的政策過關 這委屈值得啊 對 可是你呢 管你通不通過的 我的聲量高才好 我有秀座才行 否則呢 過關了 我被人家看沒有啊 我被人家看小啊 那市民國民政策得利 關我啥事啊 怪不得你會夠人玩啊 所以夠人玩就在這裡 所以說很多講嘛 我們可以放棄自我的想法 小我成就全國全市民的大我 這叫明代 對 人家才會投你一票 沒錯 那你是委屈什麼 你是委屈求官 我們叫委屈求權 我的人數少 我提出好的政策 那當然在下一次你就好 你提出好政策 我也支持你 有來有往 對 這叫做委屈求權 而且你的政策那麼好 我當然要努力讓大家搭過啊 是 如果你不支持我 我就公布你不支持我 他就會公布 他就會支持你了嘛 好政策立民立國 立於全體市民的 他當然會支持你 那你提出了什麼政策 為什麼你提出政策 沒有人要幫你連署 為什麼沒有幫你三讀 對 你要不要公布一下 那你現在 提出的這麼多個改革方案 那我們預判兩年後 也是零三讀嘛 因為你夠人玩嘛 對啊 你不協調嘛 你不說明嘛 你不爭取認同嘛 你就是拽嘛 我聽過一個朋友告訴我 在立法院裡面 跟陳學勝委員講的不一樣 哦 他是說 他們每次開會 跟黃國昌開會 黃國昌都會晚到 那人家都討論完了 對 當時時代力量都已經同意 這個法案通過了 他一進來 我有意見 你們黨團都OK啦 對啊 那是我們黨團 我有意見 講完以後也不等 不准 不等人家決議 或者是跟他說明 椅子一摔書包一杯 走人了 就這樣走人了 搞不好回去 還罵這些實力的 沒有我的允許 你敢 你怎麼會通過 對 所以你從不協調 從不聽人家講什麼 那你怎麼會有法案 三讀通過 那如果真的這樣很糟 對 所以你永遠在作秀 你沒有在做事 所以這些事情 慢慢一一被檢視 有很多他以前 在立法院的同事 出來 不叫踢爆 說明好吧 出來說明 那黃國昌 你要不要改一改 你夠狼丸的個性 對 那現在 整個在民眾黨黨團裡面 人家說民眾黨團是八白壯士 現在是一加一加六 對 已經分成三個集團了 對 前面兩個一就是雙黃 黃國昌跟黃珊珊 剛開始 前幾次發言 都只有黃國昌來講 為什麼只有他做過立委 後來黃珊珊開始接手了 開始講話了 雙黃已然成形 那現在連陳昭志也出來講話了 他說這個我投籃不太容易了 那投率我再考慮了 所以說不一定了 所以你看八個人 現在至少就有三種想法了 後面其他的五個人 有沒有別的想法 不見得沒有 對 你們都可以自己想 我也要自己想 不然我變橡皮圖章 我也要自己想 因為我們只有兩年的任期 我也要好好的想一想 所以這個立法院的選舉有多亂 但是邱毅講了一個心裡話 什麼心裡話 邱毅說 民眾黨 我這麼支持你們 如果民眾黨偏向藍偏向綠 你就被人家看不起啊 邱毅講的喔 對邱毅說的 所以邱毅講的話 到底算不算話 對我可以告訴你 完全不算話 所以邱毅不是民眾黨的人 但是他至少說出這些評論 那另外呢 民眾黨裡面每一個人 到底要支持誰 我覺得副院長 應該是江啟成沒有懸念 江啟成的沒有爭議嘛 江啟成沒有爭議嘛 可是上義夫說 如果是江啟成的話 江啟成馬上就退耶 退選 不會不會 因為投出來怎麼退 立法院的票 每個人名字在上面 就把你選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你開始說 我沒有意願當 江啟成沒有這麼膽小吧 把你選出來就當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江啟成當院長 當副院長 我覺得應該目前爭議較小 反而是韓國瑜要不要當院長 會讓很多 包含藍的會投不下去 包含藍的會投不下去 因為這一次有很多知識藍 有很多青壯年的藍 都進入了國民黨的立法院名單裡面 都進去了啊 那他投不下去啊 他投不下去啊 在選舉的時候是怕韓粉不投他 支持他 扯他後腿 所以說我支持韓國瑜 現在他當選啊 他要維持他知識藍啊 他要維持他青壯藍的這種感受啊 你怎麼回頭去投一個民眾仇恨值 這麼高的立法院 立法院長後選人 難怪黨中要收到量票 對 那其實量票也有絕招啦 為什麼有絕招呢 因為他跟我們議員投票不一樣 我們議員投縣市 投這個市議長 議會的議長 我們每一張票上面都有我們的名字 余北成議員 然後你投誰 可是立法院不是喔 他是不計名的 所以他的票上面不會有自己的名字 那如果上面有100多個名單啊 那我投第一個 或是投第幾個是韓國瑜 然後後面投在角落邊我壓一個 我在給你量票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壓住 我投韓國瑜喔 等他發去的時候 這是兩個張 就變廢票啊 就變廢票啊 立法院的老手 要讓這張量了票以後 變成廢票的 這種這種所謂的Mega 太多了啦 我剛剛講的是其中之一啊 我就這樣量票啊 我這邊投了韓國瑜啊 一個圈啊 另外我投的這個人 我把他壓住啊 我總要用手拿吧 我用嘴巴叼著吧 對不對 一壓壓票 等到折起來 投下去之後是廢票 所以變數都不多 變數大不大 非常大 非常的大 況且呢 如果共識是副院長 而院長還有這麼多爭議 連國民黨自己都在這樣想了 國民黨開了共識營 把所有新科立委找來 做了共識營 應該是講什麼 未來立法院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制定政策的程序是什麼 然後老的立委 新的立委 有沒有如何新舊相符 對 他們談的是如何全鬥安排位置 如何安排院長 如何安排副院長 然後傅崑奇 還舉起了另外兩個人的手 笑得非常的 勉腆跟可愛啊 為什麼勉腆跟可愛 直接讓韓國瑜 本來是風風光光 可以進入立法院當院長 現在變成灰頭土臉 在部分區第一名提韓國瑜的時候 到任何國民黨的場合 有一句話我永遠都聽得到 給我一個院長韓國瑜 韓粉喊的 對不對 喊在嘴裡 聽在朱立倫的耳裡 朱立倫心裡想什麼 我是黨主席 還是韓國瑜是黨主席啊 對 我怎麼可以讓你超越我的地位呢 所以安排了這一齣 這一齣所謂的 傅昆琦搶院長的大戲 最後有朱立倫說好 我一錘定音 我就是支持啊 韓國瑜跟江啟成 那馬上傅昆琦就說好 我也支持 讓你知道 這不是韓國瑜黨 這是國民黨 國民黨主席叫朱立倫 這一切就是權力的回收 權力的掌握 所以朱立倫這一盤笑得最燦爛 而傅昆琦是我完成黨主席交付的任務 以後別忘了 有任何事情找我傅昆琦四個字 使命必打 然後韓國瑜自信掉一半 掉一半 所以呢這個請教一串老師 當然你怎麼看 最後這個你分析 民眾黨會是做一個什麼樣的抉擇 但是這兩天 大家我們都在講 都在討論嘛 民眾黨的立委了不起啊 裡面只有 只有韓國昌端過一屆 而且呢大家講 他那屆當的還很爛 那結果現在呢 你還沒上任 你要落跑選新北市長 那其他的立委 你根本在立法院都沒有經驗了 你兩年後就要落跑了 那所以難怪現在國會議長求表現 難怪大家意見這麼多嗎 我們本來以為 這個民眾黨巴西啊 看起來有人 這個形容他們叫小哥吉拉嘛 我前幾天說他們是小蜥蜴嘛 小蜥蜴還高估他們 他們就是聖堂子而已 聖堂子 聖堂子就是叫庇虎啦 庇虎 庇虎就是說 剛才你頭前走來走去 你會覺得很耐勇 白桂你的手 你會覺得癢癢的 想要把它彈下去 又怕咬一下 不然什麼東西走出來 就很討厭啦 但是呢 他又會不斷的出現在你旁邊 這就是 現在我形容這個民眾黨 民眾黨第一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這禮拜一嘛 開記者會應該說 團進團出嘛 他們只講團進團出 怎麼立法院的院長選舉 要團進團出 出了一張考卷 給民進黨跟國民黨寫嘛 可是現在看起來 團進團出這件事情 恐怕有變數了 因為他們這八個人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 他們是一加一加六啦 就黃國昌一 黃三三一 後面六個動向不明 可是那六個動向不明 現在就跑出來一個 叫陳昭之 陳昭之一定動不住的嘛 陳昭之的個性 那我可能動不住 他為了催生他想要的法案 他努力了多久 他只要見到人 就想說他要推的那個法案 那我請問你 他要推那個法案 要不要民進黨跟國民黨支持 一定要的嘛 一定要給人簽名 簽名的時候 要簽十幾個嘛 他們不可能沒有朋友嘛 可是如果黃國昌現在的邏輯 是說要就團進團出 要整個黨對黨 團隊團團 談完了還要黃國昌簽名 陳昭之自己去說的都不準算 誰不敢去說的 你不要法律 翻邊去 我來談 什麼都黃國昌做 兩年就夠了 這些其他那六個人 你說讓他熟悉立法院的運作 到他去提一個法案 到成案 到最後進到院會 一讀二讀 最後三讀 兩年內要弄完一個法案 很難耶 為這四年啊 這八年啊 他自己拿的都不會過耶 為什麼因為中間會有 各式各樣的版本都要出來嘛 所以接下來 他們的內部一定會出現 這個分裂的啦 我跟你講這個分裂的速度很快 因為接下來包括行政部門 要談判都不知道找誰談了 如果一個法案現在要談判 要找黃國昌談嗎 找黃珊珊談嗎 還是找柯文哲談 對 現在都搞不清楚了 就大家看著辦 看你們民眾黨要演哪一出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所謂的院長 副院長的選舉 當然提這個尤錫坤加江啟臣 這我第一次聽 是聽蔡正元聽的 蔡正元講的啦 你不要低估誰的實力 誰的實力啦 但是民眾黨最後如果理性的分析 跟最後賭氣 賭氣說我就是不投誰 誰我就是不投 或者是要理性的分析 這個時候的院長的選擇 就如果是理性的分析 這個時候去選院長的時候 就不會是選韓國瑜嘛 理性分析怎麼會投韓國瑜 理性分析之後投韓國瑜 然後民眾黨要回去 跟他的支持者講 那三百萬的集議者說 我跟你說 韓國瑜就是現在全台灣 最好的立法院的院長 說下去嗎 因為我就去跟民眾黨的集議者說 韓國瑜是現在全台灣 要當立法院長 最好的人選叫做韓國瑜 我們選出來中華民國立法院長 叫韓國瑜 民眾黨的支持者聽得下去 我不相信 如果理性 當然要賭氣就對了 要賭氣 說我們就是不投民進黨 那可以 你們的答案就是 我們就是不投民進黨 那你回去跟民眾黨的支持者講 這可以 所以為什麼出現那麼多方案 那麼多方案都是 這八個人各自心有所屬 彼此放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投他 也可以投他 每個人都透過不同管道在放話 陳次郎講的最有趣 他說你們有什麼 有人在把打這方向 完全沒有在尊重黨團跟柯之前的 公開的定調 請問黨團跟柯的定調會一樣嗎 柯文哲你會介入黨團運作嗎 我們黨團八個人決定什麼 要跟你柯文哲講嗎 如果不用跟你柯文哲講 那民進黨去跟柯文哲講 沒有用啊 因為是那個黨要自主嘛 要去找那八個人要找誰講 也不知道啊 八個人是誰說的尊勝啊 假設你要跟民進黨講 民進黨不然你就找柯總找講 不然就找誰講 找一個人講 那個人說是就是了 國民黨現在整合好了 假設表面上都整合完成了 你要說你去處理論說也可以 不然大家要怎麼合作 可是民眾黨現在找不住 你根本不知道要找誰來這個談判 所以接下來的民眾黨 就會陷入到這個危機 假設你要跟民進黨講 民進黨不然你就找柯總找講 不然就找誰講 找一個人講 那個人說是就是了 國民黨現在整合好了 假設表面上都整合完成了 你要說你去處理論說也可以 不然大家要怎麼合作 可是民眾黨現在找不住 你根本不知道要找誰來這個談判 所以接下來的民眾黨 就會陷入到這個危機 所以接下來國會改革的第一步很簡單 就是黃國昌 你要改掉你的壞脾氣 改掉你的壞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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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對就說 人家要講到一半的會議室 總是說你們現在講什麼 為什麼沒有我 為什麼都沒有民眾黨了 有時候跟你們交啊 你們都說沒用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們講 都不算重來重來 然後就開始咆哮 可是你如果說 現在沒有在直播 攝影機都沒有 記者也沒有 他就說喔好那算了我走了 他就是這樣嘛 他的攝影機來直播來 有在連線有在這樣 他就突然起來 如果都沒有他就消風去了 消風去了 消風去刷車 不然就去呼吸治療嘛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嘛 所以要對黃國昌 黃國昌自己要收啦 國會要改革 國會要往前走 黃國昌個人的這個脾氣 要修一下 然後才讓這個台灣的國會 能夠繼續的往前走 不過從立法院長選舉 這幾個方案出現 就代表民眾黨 接下來的黨團內部 三與欲來 隨時啊 有人會弊名 像陳昭之講這種話 就是要弊名 哪有說要自題人選 意思就是說 他覺得不應該自題人選 如果說 他認為要自題人選 陳昭之就回答說 嗯 自題人選也是一種方案 可是他回答說 目前沒有聽說自題人選 代表陳昭之的心裡面 並沒有要投給民眾黨自己的人 所以看起來他是反對的 對 就請教這個學位了 現在看起來呢 韓江配這個組合 其實可能不太妙喔 你怎麼看民眾黨 目前為止這個動向 民眾黨現在如果 這巴西的立委 有這麼多不同的意見 到底是會對藍比較不利呢 還是會對綠比較不利 那你怎麼看這個 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國民黨也很好笑啊 國民黨還真的 給了這個民眾黨答案卷 只是他這個還加碼 國會改革這個部分 然後這幾項 那你又怎麼看這些 這個內容 那民眾黨因為 黃國昌講了 韓國瑜是非常好的範例 雖然剛才這個 益川老師說 那你要怎麼跟你的這個 這個支持者講說 韓國瑜是最好的人選 可不要忘了喔 當時柯文哲選總統 裡面有不少是韓粉喔 所以民眾黨 現在怎麼抉擇啊 怎麼辦啊 你今天民眾黨八席喔 接下來進去立法院之後 你連提案權都沒有耶 你要搞清楚喔 提案要十席喔 法律案的話要十五席喔 那你今天什麼 你總不能這兩年 全部都是民眾黨 那個黨團提案啊 那黨團提案 如果像黃國昌這一種的 你如果說到時候 他是黨團總召 或怎麼樣的話 那誰要跟你協商 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講嘛 你看你高高在上 你在裡面人和也不好啊 你提案提了八個案子有沒有 沒有一個刪讀的啊 那他就想說 沒有喔 我進去立法院之前 民眾民進黨有多少提案 是我寫的喔 那為什麼你寫的東西 民進黨提案人家就會刪讀 那你提的就不會刪讀 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 你進到立法院之後 你以後提的案子的話 只要是民眾黨提的話 沒人要插理啦 所以你看 你之前 上一屆 民眾黨五席不分區有沒有 你有印象中有覺得 民眾黨幹了什麼事嗎 沒有耶 對啊你看 你看 只記得一個高翁安 因為四十六萬被人家起訴 對不對 那你民眾黨你看 接下來這八十 現在你看大家 拼命搶身量 黃珊珊 黃國昌對不對 陳昭斯頂多多出一個 那其他五個 你叫得出名字嗎 也不知道嘛 所以你會指望說 這八十以後 在立法院接下來 這兩年 他們因為是兩年嘛 還會幹什麼事情嘛 那後續在兩年 換八個上來之後 沒有知名度的時候 你覺得民眾黨 會有什麼表現嗎 根本就沒有人要插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都跟你講說 今天民眾黨 真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 你現在講的話 很多都有的沒有的 現在開始人家講說 你堅決不投函 我昨天就講嘛 現在就陷入小藍小綠 吃這個野養 吃那個野養的困境 好那你堅持不投函 那你可能去投綠嗎 我覺得也很誇張吧 你全部如果投給綠 好保重那個游錫坤對不對 那人家講說你有小綠 那你之前在選舉前 你批民進黨 批那個什麼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你罵民進黨罵成這樣 你現在跟民進黨合作 那人家會覺得你下一次的話 投給你民眾黨幹什麼 可是柯文哲後來有講啊 民進黨不等於新潮流 對你以為他這樣講的話 人家就會買單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就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你講的時候問題是 選民買不買單 這才是重點 好那接下來 他們講說分裂投票 這個才好笑 竟然還有人提出來說 我院長投給游錫坤 副院長投給江啟成 我說真的 你今天早上 如果上午游錫坤確認 當選那個院長的時候 你覺得下午江啟成 還會去選那個副院長嗎 對不對 我都不時接來時 你知道 我就不快叫你這村的 而且更成的 如果國民黨火大 上一部是講說 如果游錫坤確定 江啟成可能宣布不選 對不對 那如果國民黨真的要火大 把你民眾黨那個 我全部國民黨五十二席 加上那兩席 全部投給黃國昌 對不對 那你黃國昌要不要去當副院長 都不會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真的你要反制的話 我就火大 我就搞你嘛 那搞到最後 接下來如果下午投票 副院長都沒過的時候 那第二輪投票的話 你黃國昌要不要跟蔡其昌兩個人 再投一次票 所以我就跟你講 很多事情的話 大家要來搞 你民眾黨 民眾黨現在進入立法院 你們暴定的決心就是說 我這個八席 要搞到你立法院翻天覆地 亂七八糟 那可是哪知道 他們真的把自己看得太強了 對不對 你一直想著方法 要去分裂藍綠對不對 你撐滿了所有的權謀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民眾黨要擔心的是 你現在可以有藍綠兩邊 聽這麼老百 我跟你講說八個立法院 不分區立委有沒有 至少已經分裂成四種方向嘛 可是你說四個方向有 只有四個嗎 我覺得不只吧 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上一次 我就已經分析了 你可能分成藍的三個 綠的三個對不對 那另外兩個咧 現在也不知道 那兩個動向是怎樣 那個邁玉珍跟林毅君 他們到底的動向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要先擔心說 你要團進團出 或者說團進團出 真的就八票就團滅 那你如果不團進團出 開放自行投票的話 那接下來你民眾黨 在立法院裡面的意見 也形成你黨等於實質分裂 不過靖怡你怎麼看 民眾黨現在 在國會議長這個選舉裡面 他反而吃這個野養 吃那個野養 投籃也不對 投率也不對 好那推資你的人選 陳昭之說 我沒聽過這個方案 所以看起來 他似乎是反對的 那所以你這麼分析 這個民眾黨未來 到底會做一個什麼樣的選擇 那至於這個學委 剛到提醒我一點 對啊 上一次民眾黨 也不過才五席的立委 這一次有八席 那上次五席之後 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得票率還 這個制度還提高了 所以難怪 我哪在乎我的立委 只做兩年就要落跑了 我照樣繼續這樣幹啊 我就兩年以後 我就馬上落跑去選縣市長 有差嗎 很多人都很在乎就是說 你黃珊珊 你到底他們很多的內部很不高興 為什麼 第一個啦 很多排名在比較後面的部分區 然後那個同學啦 很不高興 直接都點名第一名的黃珊珊 所以你趕快你把民調拿出來解釋解釋 因為很多地方的人都很不高興了 這樣以後我們要選議員怎麼選 很多人都來反映說 你們民調明明是老三 怎麼一直跟我們說老二 這件事情實際後面很多排在後面的部分區的人 就非常的不高興 第二個因為有人嗆賭了啦 嗆賭 所以你黃珊珊的慣性 你2026真的會再出來選嗎 你2026真的還會再出來選台北市嗎 你看黃國昌已經說我出來備戰了 即使非常的不合理 剛選立委就在想試 新北市市長的事 非常不合理 但是你會發現至少黃國昌好像有允諾這件事情 那再來你會看這個 這個以前的前任的這個副秘書長 他就一直針對於黃珊珊去嗆他 那原因就是什麼 原因就是大家就認為你黃珊珊應該要出來負責 第二個你黃珊珊不應該就排在當然的安全名單 甚至你要參選這個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是掛民眾黨黨籍 對 你是掛親民黨的耶 黨籍耶 重點他登記的時候是用五黨來參選 沒有錯 但他根本沒有加入民眾黨嘛 那你還用民眾黨的資源 對不對 那你這個選舉選一選 沒上 你還有入黨 還是沒有入黨 直到他要跟柯文哲去美國之前才入黨的 蛤 而且是有人抗議說 欸不對啊 你黃珊珊都沒有入黨 你管我們不分區名單在幹什麼 你憑什麼指導我們民眾黨 所以他才趕快入黨 那造成黨內很多人不高興嘛 對啊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柯文哲要帶動的這個風氣啊 應該就是要更踏實啊 我剛剛已經重複講了 你現在是第三大黨之支嘛 那你應該是要有一個正常的國位系統 你應該要培訓正常的接班人 不是整天都用這個聲量跟網軍在培養你的太陽嘛 所以這就是我認為是柯文哲未來非常危險的地方 那另外我在講說國民黨進步了 你要知道今天黃國昌跟黃珊珊開記者會的時候 在推不在即投票 我就說他們最後一道褲子 把他拉到腰部的時候就推不在即投票 國民黨也同時推啊 但是國民黨的策略是這樣 他不是說做票的問題等等 他沒有 但是他找了誰 我覺得這個人是有適當性啊 陳玉珍啊 他說他們進門喔 太多人在外面念書 回來啊 有些飛機機票訂不到 麻煩 所以他認為 他投票率只有四成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應該要處理不在即投票 那所以就表示 其實國民黨現在也可能會開始模仿民眾黨 也就是說民眾黨的特殊性 會不會在這個國會裡面政爭中 會開始不見跟消失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啦 關於這個 關於王治安 這個王菊啊 就是已經被 即將要被遣送出去的犯人 對 我在講喔 你有發現他的論點 跟之前選前的時候 我也有跟安琪姐講說 奇怪為什麼民眾黨會去捧一個老鐵的話 老鐵call in進來可以罵二十幾分鐘 你還可以把它剪成短影片 再放在YT再推一次 然後再整個群組都在推 對 這一次我跟你說 我第一時間喔 有看到這個影片啊 因為我也是 我現在還是白粉 白粉 我還是有在群組裡面喔 我就看到很多人在推啊 說什麼 王菊說的有道理 王子安說的有道理 對 其實喔 我們一川哥還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之前 我前一天就已經講了 我在想說奇怪 為什麼總是有中國籍的人士 去罵國民黨 爛 又在罵民進黨 爛 但有個特色 都表態支持柯文哲 喔 對 他們群組也都在推嘛 嘿 那我就是想說奇怪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人 嗯 會去支持柯文哲呢 喔齁 我覺得這一定有貓膩 然後我就看到 欸 喔我們這個 王菊治安先生的 這個 王治安怎麼說 對他的文啊 他在修改前有一個版本 你知道他寫什麼 他寫 為何把王毅川名 列不分區第十五名 而不是列入安全名單了 齁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他要上電視去 亂講話的時候 他連王毅川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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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這個 我們今天在討論那個 完全搞混了 跟那個律師都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了 所以他把 他把王毅川跟陳俊 已經弄反了 對 他把他弄反了 所以他在節目中 他用很挑釁的樣子 在模仿的時候 他喊出什麼 你知道嗎 強救王毅川 他根本就搞錯 喔 他根本搞錯了 他根本就搞錯嘛 所以我跟你講來說 這個人不是國籍有問題 他是腦子根本就有問題 哈哈哈哈 我們王毅川沒有去日本沒有關係 還被別人這樣隨便提起來 連那個排名在哪裡都搞錯 啊 強救王毅川 那王毅川也換位 搞錯 那你對你來講打擊肌那麼大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柯粉就是小草 小草 比如說現在很多人在講 16歲 開始關心台灣 開始關心政治 我覺得都是好的 對的 但是思想 千萬不能被洗腦 欸王志安那時候還罵說 藍綠一樣爛 藍綠你們造勢 全部都有遊覽車動員的 對 小草不一樣 對但是你要知道他這個言論 這之前老鐵的影片也講過 喔 一樣的嘛 一樣的喔 所以其實我認為是這樣 台灣現在是我們團結 但是其實在資訊上是很脆弱的 有非常多人想要用這種便宜的方式 不只去帶動聲量 還去創造所謂的話語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呢我們也來看一下喔 就在紅海危機節節升高的同時 惡物大戰可能停戰喔 敏寬 現在跟各位談幾件事情喔 最近洛克希德馬丁要公佈財報 大家想說這幾年戰事很多對不對 結果他股票沒漲 他股票沒漲 股票沒漲 最新的一個交易日 他停在440塊錢喔 洛克希德馬丁就說他們的收入主要七成 還是靠美國的國防政府預算 他們並不是靠其他政府地方的一個打仗喔 但最近全球真的是不平靜 戰事頻傳 現在跟各位說喔 最近又開了一個新的一個戰場 在伊拉克 先來談前幾天發生什麼事喔 前幾天就伊朗發射了整個飛彈 發射飛彈完之後呢 那時候整個警報大響 因為飛彈出來是敵對飛彈 不知道打哪邊 後來我們消息下來之後 是第一個目標他們是去打那個 以色列的情報組織對不對 據傳有一些飛彈往美軍基地去了 而且美軍有四個軍官也受傷 這個是在20號時候的一個消息 那各位去想喔 我美軍 駐守在伊拉克裡面 你們現在居然有人 第一個要嘛就是伊朗打 要嘛就是有人通風報信對不對 要不要反擊 一定要反擊 所以美國就出手修理囉 20號你敢修理我們 23號美軍就發動攻擊 他也直接空襲 那現在他先打哪邊呢 他先不把伊朗先打下去 他先打伊拉克的民兵組織 但這個每個伊拉克的民兵組織 又像我跟妳講 都點擊做記號 老闆是誰呢 老闆通通是伊朗的 所以是親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組織 所以先修理 先把你的小粒先修理一通 所以現在呢 他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炸 這個是全世界現在觀察家 在注意的地方 最早是從十月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嗎 在以色列嘛 後來打到了紅海 打到了整個燕門去嘛 現在呢 伊拉克也開始在做動手了 好 我們現在回頭 鏡頭來看到整個燕門 燕門現在真的是吃了 雄心爆子彈了 為什麼呢 過去沒有武器 做不了亂 現在呢要飛彈 有飛彈 要快艇有快艇 要無人機有無人機 結果最近這幾天呢 爬上天了 為什麼呢 去炸商船 那他炸商船的時候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你們是以色列的商船 我就每一台都炸 那他們現在所有的船 到了以色列之後呢 換 換國籍 繞出來之後 現在親英美的他也炸 那炸了之後 我問各位嘛 你既然燕門敢炸商船 我問各位 美國跟英國的面子擺哪邊 擺不下去啊 那後來呢 美國第一波 他先做空襲 空襲打了二十八個點 對不對 這兩天又空襲 又打了八處 又再炸了八處喔 所以現在呢 夜門呢 吃了襯頭鐵的心了 下足克令 他說呢 未來幾天 美國的居民 英國的居民 趕快離開 那為什麼要趕快離開呢 各位 下足克令就代表 可能真的要開戰了 可能真的要開戰了 那當然啦 這個還是外交禮儀先走 他們就說呢 你們該測的 就趕快測一測 那測完之後呢 目前這個開戰的前兆 會發生什麼事 簡單的說 夜門真的 真的你要把他全部掃平還不容易 因為夜門過去是分成南夜門 北夜門很大 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那美英聯軍呢 你當然要靠幾個軍事基地 要去修理他 他那麼大的一個國家 一時半刻 你也修理不完啊 所以現在呢 這件事情到底要怎麼善了呢 這個不曉得 但以色列跟哈馬斯這邊 倒是傳出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一來最近喔 其實加薩走廊 據傳天氣很冷啊 我們台灣冷對不對 他們那邊比我們還要更冷 那現在呢 戰士打到這個地方 有點打不動了 所以怎麼辦呢 他們就說好 那我們現在呢 人質先交換 因為以色列也有扣有人質 哈馬斯也有扣有人質 那我們兩邊先交換 但據傳這一則訊息 到了今天下午呢 雙方又談不攏了 但沒有關係 再談就好了 不要飛彈一直炸 你飛彈一直炸下去 現在天寒地凍的 對那些難民們很不 很不好 真的簡單來說就很不好了 那現在呢就是說 我們兩邊如果談好了之後呢 可以換取停火 先停火一個月 那為什麼要先停火一個月呢 停火一個月之後 就要開始進入所謂的談判程序 這件事最重要的 沒有想到現在 最大的一個轉折點 初見在俄乌大戰 俄乌大戰 俄乌大戰到了整個 今年的二月 各位滿兩年了 那現在已經進行到 所謂的陣地戰 豪溝戰對不對 尤其好慘喔 你知道 現在整個豪溝裡面 他們算過四個軍人 要跟一千隻老鼠在一起 好可怕喔 然後這些老鼠呢 到處爬 偷吃你的罐頭 然後你睡覺的時候 還來咬你的腳 睡覺的時候還咬你的腳 所以現在俄乌大戰出現了一個不速之客 而且這個不速之客 兩邊的軍隊全部都受困 全部都被困住了 那困住了 現在老鼠太多 多到什麼地步呢 太恐怖了 連那個戰車的零件都被他咬掉 都被他咬壞了 好多那些車子 先說那個車子 他那個油管也咬開 車子不能動 那怎麼打仗啊 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但現在重點是軍人生病 老鼠太多 出現了所謂的病毒性的一個鼠熱 現在好多的軍人 不管是俄乌 兩邊全生病了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這個也很麻煩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最近呢想不到印度的媒體呢 撿到槍了 你知道他笑誰嗎 笑中國 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喔 昨天我們有跟各位說 在整個巴勒斯坦跟伊朗中間有一條線 這條線兩邊有接鄰 那接鄰呢 兩邊都是回教國 但屬於不同的一個派系 一邊是屬於什葉派 一邊是所謂的遜尼派 結果呢 後來伊朗在整個巴基斯坦裡面 他們做恐攻 有去煽動一些人就對了 巴基斯坦很生氣喔 他就說你既然敢開飛彈 又恐攻 開著飛機咻的一下就過去了喔 好他就出動堅實 出動驍龍過去 然後過去之後呢 有沒有空襲 有空襲 結果大家一看 這個戰績不是說很棒嗎 不怎麼樣 原來不怎麼樣 功能聽說很落後 那很落後完之後呢 伊朗就說 你既然敢來空襲我 好我開飛彈 我就開飛彈喔 飛彈就直接砰就過去了喔 然後這時候呢 巴基斯坦他就說囉 巴基斯坦就說你別忘了 我們現在可是全世界的 第五大的一個強權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些中國的武器好棒棒 結果中國這些武器 聽說現在很浪慘 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目前喔 比較短程跟中程的這個叫 獵鷹八十防空飛彈系統 比較先進的叫做 紅旗九防空飛彈系統 他是射程的問題 其實架構差不多 都是飛彈車在攔喔 但他有兩個架構 第一個架構 是空中要有預警機 第二個是地面要有雷達 又起我跟你說 這個跟愛國者完全不同等級啊 因為他飛彈攻過來 你的防空飛彈系統 要把這些飛彈攔下來對不對 結果呢 飛出去了 攔不到 攔不到 那現在怎麼辦呢 第一個他現在列印八十 紅旗九無法攔截喔 然後他們就說 那個中國的預警機 到底是不是雙方訊號對接 接不起來 因為巴基斯坦跟中國買了四台的 ZDK03的一個預警機喔 結果這幾台聽說 現在農包不重用 現在巴基斯坦都說喔 下次要辦法買美國的啊 因為現在怎麼看 買了一大套武器沒有用嘛 結果沒有用就算喔 還被笑 伊朗不是射飛彈射無人機嗎 印度媒體這時候撿到槍 我就跟你說嘛 就跟你說嘛 不要跟人家亂在那邊起候 買了一些大堆中國武器 通通都不能動喔 所以最近全球真的非常非常亂喔 希望這些戰士到了未來的時間 能夠慢慢的消停下去 不要讓人民處在戰爭之中 好啊